他昨天說不告就算了 還直接又點名說 他最討厭的其實就是網軍 你不提還好 一提就完蛋了 原來你看我們的視察 他馬上又翻出來了 你那麼討厭網軍是不是 他翻出來一個2017年的舊文 因為當時就是有PTT的網友發現 有23個帳號 都是同一個IP 他就在PTT上面 專門在吹捧朱立倫 結果後來發現這些IP 是來自一間公司叫聚網資訊 那這個老闆還那麼巧 就是朱立倫的表弟 而且還有其中一個帳號 非常有趣我們來看看 這個帳號叫做RCKS 他往前追往前追 發現2005年的時候 這個RCKS他有自我介紹 他發了說我是裁管系 一年級的新生 我叫做劉濟勳 好看到這裡大家可能覺得 劉濟勳關這整個案子 到底有什麼事情 來再看看 他們一家人都改過名字 劉濟勳是誰 原來劉濟勳就是劉彥 劉彥也就是徐曉星的老公 美玉姐 這個是不是他自己 把他捅出來 我們這樣再討論下去 會不會造成人家婚姻失和 他說最討厭網軍 回去看他老公說 你就是網軍 網軍我討厭你 哎呦這這樣子 那個婆媳也有問題 然後夫妻關係又失和 我就真心覺得 哇真的是陪了夫人又 還有母女之間的LV 對對 原生家庭又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徐曉星 這個案子真的是 陪了夫人又責兵 好回過頭來啦 就是說徐曉星 他每次口口聲聲 就一直在罵網軍 說綠營養網軍 他怎樣網軍攻擊他 什麼什麼的 包括連去那個什麼圖書館 也把他列為網軍 這個我待會再來講 那你說這個是網軍 結果沒想到你的老公 竟然也是網軍的一份子 這個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2017年的時候 當時其實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 就有質詢過這個案子了 對 因為呢 那時候這個 其實說實在的 他那個網軍頭 網軍的那個公司 就是朱立倫的表弟 就是那個金志玉 金志玉現在在 那個桃園市政府 現在在任職 金志玉開了一間公司 下面有二十三個 那個網軍的帳號 其中有一個賀然發現 他那個RCKS 就是劉濟勳 劉濟勳就是現在的劉燕玲 那好 當時他們這個網軍 要做什麼工作呢 事實上只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吹捧朱立倫 第二個就是打擊周襲偉 第三個就是在批科文哲 所以他們網軍三大任務 拱朱打中批科 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那個案子2017年 然後民進黨新北市議員 就已經在講說這個案 而且坦白講 他這個已經不是追到二十三個帳號 他那個還是直指說 那個那個網軍的那間公司 是你朱立倫的表弟開的 而且怎麼這麼巧 朱立倫的表弟 後來這個劉燕 你還去朱立倫表弟 他們開了有一家網路溫度計 大家都在那個公司任職 所以這個都是有一個脈絡下來的 好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你老公也曾經擔任過網軍 因為你的任務 我都跟你講出來了 所謂的網軍不是只有個人 你剛剛講說 那個他在圖書館告 第一個我覺得 我講一個案外案 事實上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那個我真心覺得 那個張 他那個是彰化 彰化社頭 彰化社頭的警察局 我覺得也蠻無聊的 他馬上去拿這個案子去問檢察官 他問這個檢察官說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涉入什麼法律 結果那個檢察官看了之後 檢察官講說 檢視的內容說 他並沒有涉及人身攻擊 跟妨礙名譽 其實這個都有見報的 對 當然我也會覺得說 彰化市警局的 你們是沒事幹 怎麼突然那麼積極 看到徐小新在罵 馬上拿這個案子 去問那個檢察官說 你會覺得這個有問題 他們還要主動偵辦 非常有效率 對 結果檢察官 結果檢察官就看一看 講說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事實上我們這幾天 不是也在討論嗎 那個你不要說網軍了 那個民眾 他只是在講說 用一間價值一千萬的房子 去貸 去貸款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個是在挖錢嗎 還打一個問號 對 他只是一般民眾看到 這樣子的疑問啊 可受公平吧 你要告他什麼 不是 你要告他什麼嘛 對 所以我認為說 徐小新他應該也有看到這個新聞 包括彰化的檢察官 都已經跟你講了他覺得這個案子是沒問題的 所以他我認為啦 不是說他寬宏大量 哎呀 我不想成為賴平 我不想成為喵 這樣 他我覺得不是這樣 是他根本覺得根本告不成 因為你要告什麼 對 然後一開始又他整個節節倒退 他一開始說 這個就是網軍 網軍 後來發現說只有一個人 個人的行為 這跟軍 一個人可以成為一個軍 我覺得太太神奇 他連軍都不是 只是一般的民眾 然後另外再發現說 他根本就告不成 那後來才打到說原來他的真的是網軍的 是他老公 所以回過頭來 整個案子繞了一圈 全部通通的打向你自家人 而且他的標準又很雙標 接著大家問他說 那劉燕玲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 他就說 我又不是劉燕玲 他說因為這2017年 那他說2018年 他才跟劉燕玲結婚 所以2018以前的事情 他都不知道 不予自平 那你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這個徐小新以前太酷勢 就是你現在 你以前怎麼對別人 現在別人不但對你連連看 你怎麼樣對別人 別人只是還你剛好而已 沒有錯 因為剛剛明玲結婚點到 因為今天徐小新 大家也是去問他 你的老公也被發現了 過去就是在當網軍 就是你非常痛恨的網軍 我們還原一下徐小新 他今天怎麼說的 他說 我跟劉燕玲 兩個人的結婚時間點 是在2018年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案子 2017年的這個事情 不管還有事情 他還反問記者說 我看起來像劉燕玲嗎 然後他還補 我只會為我自己的部分來負責 想請教晃哥 這是不是老公被切開了 國民黨有網軍是新聞嗎 大家忘了許澤濱嗎 對 不要放出來 沒有 那個就認定的 認證的網軍頭 國民黨一直都有網軍 所以你說徐小新 你要去做這樣子切割 我也沒什麼意見 因為那是你們夫妻間的事 我也無權智慧講太多 但是你說你罪恨網軍 那我就請問徐小新 那請問你如何面對你老公 這不是說你跟他結婚前 你們是2018年結婚 但是你們不是2018年才認識 你跟你老公在談戀愛的時候 他就是網軍 更早之前就認識 你們認識很久了 又不是結婚才認識 你以為是2018年結婚前一天才認識 第二天兩個人就去結婚 所以你很清楚 劉昀你在做什麼 搞不好你還覺得這種方法很棒 所以在你選舉的時候 搞不好你拿來用 別忘了2018年結婚 2018年就是徐小新 第一次選台北市議員 對不對 對 然後2018年也是盧秀燕 第一次選台中市長 後來劉昀 你到台中市去當了演考會的主委 我就請問這個跟網軍之間 有沒有任何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不要自己裝作一副道德的玩人一樣 你如果說去指控那一位在彰化社頭 聽說他是一位農民 他那天是剛好送貨 然後天氣很熱 因為那天彰化社頭滿熱 他想說我沒事我到圖書館去吹吹冷氣 然後在圖書館吹冷氣的時候 用那個公用的電腦 然後上網看到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農民會用PTT表示他應該是一位青年的農民 因為一般老農大概不太會用PTT 他應該是一位青農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被追殺 那你現在還裝作一副寬宏大量的樣子 我有受人批評的啞亮 請問徐小新你要告他什麼 你要告他什麼 徐小新為什麼不敢告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他被怕被對方反告誣告罪 因為你敢提出告訴 對方就可以告你誣告 所以我覺得不要在那邊裝了 你真的要告你就去告 因為剛剛瑞德不是講了嗎 政治人物要有誠信 對不對 徐小新這是你這段時間以來 難得可以做到誠信的一件事 就是提告 因為他沒有很難 你就直接提告 你不要裝作寬宏大量的樣子 請問全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誰有徐小新這種待遇 有一個不知名的人 在電腦後面發了一個文 而且不是侮辱你 他只是質疑說 這個難道沒有超代嗎 大概十二小時 這個人就被找到了 誰有徐小新這種待遇 我們常常也在網路上 也有人匿名在留言在罵我們 對啊 誰有徐小新這種待遇 你不要得了便宜 還賣官 想盡特權 還在裝作寬宏大量的樣子 那是因為在網路上這件事情引起反彈 立委法委員有這麼大嗎 連黃志賢 你不要是說黃偉哲 每次都到妹妹的帳號 黃志賢都覺得說立委好大 我好怕 對啊 什麼時候中華民國的台灣變成說 我不可以去批評一個政治人物 請注意 他不是抹黑 不是重傷 不是攻擊 他就是提出他合理的懷疑 事實上我們在節目中都講過 價值不到一千萬的房子 為什麼可以帶一四五零萬 這樣子都要被肉搜 被找出來 那你不覺得這個是立法委員在濫用他的職權嗎 包含徐小新 包含王洪威 你們都在濫用立法委員的職權 在找一個受言論自由保障的一個網友的所在地 還好那個人的個資沒有被公佈出來 所以徐小新你夠了 你以前怎麼對別人 現在都是業力引爆 你以前怎麼對別人 現在別人就怎麼對你 而且他們做的都沒有你那麼過分